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到高级饭店里面销售的这两个部分来谈谈 首先先来介绍一下我们今天的来宾 是我们劳工局职业重建科的许昆发专员 专员你好 陈记者你好 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 了解 那今天非常开心可以请到我们的许昆发专员 那想来先请问一下专员 就是关于我们的庇护工厂 它是怎么样子的一个概念跟想法 那因为身心障碍者它的障碍的程度不一样 那就是针对一些比较属于重度的 就没有办法在这种的工作一般就位职场上竞争的 这些身心障碍朋友 特别设立一个皮肤性的 就是等于比较有防护性的 让这些身心障碍朋友能够透过职能的训练 然后回归到整个社会的主流 也能够自力更生 能够自己去创造这个生产的收益 也减轻家电的负担 及政府的一些的补助的支出 所以才有这皮肤工厂的设立 那目前高雄市 我们高雄市政府 高雄市政府劳工级所辅导的 总共有12家的皮肤工厂 那有各个职类 那所辅导所这种的皮肤性的员工 总共有172位 172位就是我们庇护工厂 庇护的我们的员工吗 那目前就是我们关于高雄市 这些劳工局的皮肤工厂 我们大概是都贩卖什么样子的产品 有什么样的类型 今天可不可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比如有那个烘焙像这种叶饼 或者是说这个米果 或者点心 像比如说这个喜憨儿的这种的咖啡 创作料理 还有这个中秋叶饼的礼盒 或者是说那个美味家的米果 以及一家工厂的蛋卷 手工蛋卷 还有手工香皂等等 还有清洁用品的 类似的这种的通通都有 还有湖瓣咖啡的这种的牛奶糖 对 所以我们的庇护工厂是卖了非常非常多 就是有关于他们 其实都是他们自己手工的吗 对 都是他们自己手工制作 那它也分别不同各种的列别 比如说像湖瓣咖啡高雄长庚宴那个金帐者 他其实就是在做这种的类似高饼点 这种面包之类的 那像金帐类的看来可能是属于这种 听帐类的这种的清洁服务类 像还有这个肢体障碍服务协会 它就属于肢体障碍的 那就是属于车床 布边衣服的一式加工 那喜罕牛的话就是类似糖氏症 还有这种的脑力伤 受伤的这些脑性麻痹的这种 身脏的朋友就属多 他们当然透过植物在设计的当中 也许一些比较属于工作危险性上的 那他可能会做一个区格 跟做一种安全的防护 让他们这种的工作流程 做一种很简易化的 能够很容易操作的 那他们透过学习的管道当中 当然不可能像一般的社会当中 这种正常的朋友那么快学习 他们可能通过一个月两个月 或甚至半年当中 他们也可以透过这种学习的过程当中 去做简单的料理 比如说像我们喜罕的文斌 那个创意料理店 他那个设计的 而且那迎斌 因为他们那种诚实的效果 对那些去那边消费的顾客 都很亲切的招待 相对他们服务的态度都很好 因为他们那时候赤子之心 所散化出来都是一种很纯真的 而且对了 那咖啡旅盒也是我们的身上孩子们 他自己去装的那个绿挂式的咖啡 对他们去包装的 对了解那这一系列的产品 就是有关于中秋旅盒 是不是目前你们还在做一个贩卖当中 观众朋友说如果他们想要的话 其实我们可以怎么样来做一个订购 以前我们的行销的方式 大部分都是透过研邮会 或者记者会的那种的临时性的一种的行销 那因为后续的就是说一般的民众 如果对这个商品有兴趣的愿意来购买的话 他可能找不到定点 回购率不高 我们今年除了办了记者会议 另外我们跟汉神百货 也有再等于有一个定点的行销 就是在地下三楼当然 就这样定点的行销 希望透过能够打开这样的管道 让以前的在那种户外的临时性的 然后把它集中到百货公司 人潮比较继续的地方 一方面那种行销的先导 那第二个部分就是 还有一些的身心障碍朋友 他们在这种这种的产品的销售上 我们也跟这一次的像工厂大饭店 还有西子湾沙滩会馆那边去结合 将他们所生产的这些的身心障碍产品 能够上架能够来长期的销售 那为期期间大概就有四个月 从7月11号到11月11月30号 这段期间如果有到那边去住宿的 或者说到那边去拍这种婚纱礼合的 尤其西子湾那边很飘 他就是有一系列的 比如说像法夹 像一些这种纪念性的 结婚纪念性的这些的产品 他那边也有销售 还有包括皮雕 这样的产品都在那边有展售 了解 那我们这种中秋礼合 因为现在中秋节其实快到了嘛 那如果观众朋友说想要来做公益之外 然后又想要买很棒的伴手底回家 是不是也有网路订购的方式 那除了他可以上我们这个 高雄市政府劳工及 有一个爱心采购的皮物商品的商店 可以上网去查询 那也可以直接由那边下定 那我们就会把它转到各个所属的皮物工厂 他们去寄货跟送货这样子 了解 那刚刚我们的专员也有提到说 就是除了庇护工厂之外 那么有一些职人老师 他们其实本身是有自力更生的一个能力 然后他们也很会做自己的手工艺 像是皮雕或者是一些婚礼小物 或者是一些很棒的包包 或者是一些手工艺的部分 那他们其实本身其实也是利用原油会的时候在贩卖 然后都是一些露天的方式 那可能如果客人喜欢的话回购率不高 对不对 那如果现在就是劳工局现在也有做一个 就是可以让他们的作品 然后进驻到高级饭店里面去做一个销售 然后跟饭店的定位去做一个结合 那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这一个部分 对 像以前 比如他们大部分都有拿到那种街头艺人的证照 像都在文化中心或者说各个点 但是这种户外的场所 如果碰到乙天的话 他们可能有时候 就会被整个环境上的限制 没有办法推展出来 而且他那个定点上也没有去 类似相对的这种的常驻的机构 有时候一天卖完以后 他又必须把整个东西收回来 然后再去重新整理 就是很耗时 而且第二方面有关于行销的定点上 没有确定 那今年我们也是有建议说 以往这样的行销方式 在我们这种的有序经营上 可能对于身心障碍朋友的帮助 不是很大的 所以我们今年的方式就改变了 所以才有像到工赏饭店 像西紫湾沙特费款 甚至凯旋的世贸店那边 我们有建立几个这些的管道 那像有一个在我们博外执行中心的李老师 他也是透过这样的皮雕的训练以后 他所制造的这些的皮雕的产品 都相当精致而且很用心 他们每一件的产品当中 都有汇筑身心障碍者 他们整个生命历程的故事 那当然购买者他在购买的过程当中 或者说在当天 他可能会因为这样身心障碍者的产品 另外激发一种的生命的能量 可能会是见弦思琪 我们可以效法那样的 像这种坚毅不拔的精神 那种对生命的肯定 也许更是一种激发上这种的亮点 那目前我们高级饭店的销售部分 其实还在持续的进行当中 对不对 那专员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就是关于进驻到这些高级饭店的 我们这些称作职人老师的朋友们 他们贩卖的产品具体的分类 大概有哪一些 他大概有分成两大类 三大类 第一个就是在工赏部分的 它是属于艺术的 比如像一个面包花 像这些的手工香皂之类的 那西子湾沙滩会馆 因为它是配合整个西子湾 那那边有一些的分纱礼盒的这种的 或者人家结婚的那种的 喜宴 你可能在那边拍摄或有这样 所以我们那边的就是以 皮雕啦属于这种结婚的礼品的 这种的纪念品为主要的 那凯旋店的话就是以这种的 烘培这种的蛋塔 像一个是属于厅障朋友的那个蛋塔 黄雅丽 黄老师 他就制作那蛋塔 就在那边销售这样子 就大概目前就三个这个祭典 了解 那这个方案就是之后 这是今年新的吗 还是说明年我们也会做这样 之前有吗 之前有这个方案吗 之前没有 就是今年才开始改变就是进入到 那我们也想说今年推展的成效不错的话 我们明年可能会再去结合更多的 这些的饭店或者是这些的定点来 那上一次在那个观光局 在那个喜欢你咖啡店 就是凤山店的时候 观光局的那个喜传胜企局长 他也就是说他希望我们高雄市 这些的观光饭店 也能够把这些的文创产业的商品 进入到里面 能够让这些身心障碍朋友 能够有个上架的机会 让更多外地来我们高雄市住宿 或者观光旅游的这些的朋友 能够也能够来购买 我们身心障碍朋友的一些的产品 然后让我们一个幸福城市 能更加的温馨这样子 因为那些产品其实不管是吃的 还是有一些婚礼小物的部分 其实他们做的手工都非常的细腻 对不对 他们的制作的构成当中都很用心 因为他们有时候就是优异身体不方便 所以他们对于生命的那个执着 认真的程度 有时候等于会更加的用心 因为他们也许会把这个当成 他是为生存后端 一个比较重要的契机 跟发展的潜力这样子 了解 那其实进驻到高级饭店 不是随便每一个职人老师都可以进去 是不是还有经过一个选拔 对不对 这个部分其实你们还层层把关 还蛮严格 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我们就是刚开始在这些身心障碍朋友的当中 我们会先去请他们报名 就是如果有这样的创意商品的话 那我们有邀请到一些 在各行各业这种行销管道上的 一些的专家跟协者 来共同组成一个评审团 然后经过征选以后 然后把它分裂 把它去做摆设 来上架这样子 也因不同这种产品的特性 然后去做不同的层次的 这种的行销跟推广这样子 了解 那目前就是有关于庇护工厂 以及我们职人老师的作品部分 目前的销售成绩跟客户的观感 大概是怎么样 可不可以跟我们谈一下 那一般的民众 比如说像上一次在那个西子湾沙团会馆的时候 他就是有销售到两个皮夹子 就是皮雕的皮包 那也就是如果那边去拍摄这种婚纱 婚纱罩的这些的新娘 就是这种的新人 他们也觉得这样的很有创意 而且对他们等于生命的激发就很有 所以他就卖了 那个老师就是那身心障碍的朋友 他也因为卖了这个 他说是所有他销售的成绩最好的一次了 了解 是那其实在我们西子湾饭店那边有看到说 像是说我们有一些很漂亮的那个手工香皂 然后还有一些很漂亮的皮雕跟法式等等 那其实你们是有跟他们说 这一次要针对婚礼小物来做吗 还是说他们本身就是作品里面 就是有这样子的一个 他们婚礼 他们本来他们的产品当中 就是类似他们的特性 或者是他们的专长 那我们就是有请这些专家去把它分类 那刚好这个是属于类似这种的 这种婚礼的结婚的纪念性的东西 我们就把它归类为属于这种婚纱这一类的 那像一般的夜饼蛋卷是属于的饮料 这种我们就把它类似伴手礼这方面 我们就把它放在这种的饭店 工厂艺术饭店 让这些来观光的 这可以有一个伴手礼 这样子 了解 那这两个住点的饭店 我想他们目前来说 他应该是有好几个月的一个住点的一个时间 那他目前是分别都到几个月 可不可以跟我们观众朋友说一下 如果说他们去玩的时候 也可以这样子赶快去赶在这个时间之前赶快过去 当然就四个月 那四个月的像工厂大饭店 他们的这种熊总监 他也很支持这样的活动 所以他等于也有结合到饭店住宿的优惠 那把部分的折价就是你如果去购买皮肤商品当中来做错 我就提供你这个折价件 你可以去购买这些皮肤商品 那像西子湾沙灘会馆 他也是有提供这样优惠的活动 就是你如果来这边攀昆沙灘 我就提供部分的打折 你购买这些商品就可以去抵折那些的商品 等于是他有在席幕后来协助我们推动 他们除了提供场地以外 而且在这方面帮我们做很大的行销跟促销的这种的动力 那劳工局对于庇护工厂的这个部分 就是说你们平常都会去做一个定期的考核吗 或者是常常去关照他们吗 对我们当然在整个业务的评鉴上 包括他们整个身心障碍朋友在这皮肤工厂里面 他们劳动权益 他们这些的薪资待遇 还有他们的工作环境 以及他们的这种的产能 就是产能核心方面 我们会做整体的评估 而且列入他们整个 比如工厂他们年度的评鉴的绩效 那评鉴绩效或优等的 或者贾等的 我们会提供适度的奖励金来补助 来奖励他们 所以他们比如工厂当中 他们对于整个行销业绩的推动 还有这些产品的推动 还有包括这些 比如员工的这种的劳动权益的各项的照顾 等于都列入在考核的 那这些的专家写者 当然包括有产业界也有学术界 比如说一些这种职业重建的专家 像吴明吴老师 还有这个素德科技大学的黄老师 这些的协者 还有像一些的产业界的协者 都有一起来加入这种考核 所以我们的面向方面也相很广 包括职业重建方面 包括整个你的业务经营方面 包括你的财务的规划方面 整个做一个整体的评估 然后才打出一年的成绩 我们会做按照成绩的优劣等于奖优 这些做得比较好的 我们会多给他们鼓励 就会提供适度的这种补助这样子 了解 那目前就是劳工局辅导的庇护工厂 虽然卖了很多不同类型的商品 那他们的商店 主要的商店在哪里 像是喜罕儿那个我们就知道说 它是在凤山 那也是唯一一间 就是在工部门的一个庇护工厂 像喜罕儿它就是有三间 一间就是喜欢你咖啡 就是在凤山行政中心 那另外就是有一个创意料理店 它是在文斌路 也是在凤山那个文斌路那边 那还有他们有一个皮肤工厂 就是直接生产这些的面包加工 他们是在那个美 人美那个地方 洪人路啦 洪人路 实际地址洪人路 那像一家工厂的话就是在陈毅里 陈毅里 新路的一家工厂 那每一家的话是在本州工业区 本州工业区 那湖畔咖啡是在长庚医院 长庚医院里面的地方 那那个布兰奇咖啡 它有美术馆店 还有那个文斌路 也有一间两间 那在美丽岛的话 有资资文创 资资文创 那肢体障碍服务协会的话 是在那个银川街 就是在银城区那边 等于它也分布的据点 在各个地方 在等于高雄市 是好几个行政区都有 一方面等于在 让身心障碍朋友 因为他们在交通不方便的 可以就近在那个 比如工厂他们得到一技之长 有一个学习的管道 那他们去庇护工厂工作的时候 他们是需要做一些训练的吗 还是他们是被安排进去的 会看专场吗 还是做什么样子的训练 他们可能就是要透过先职能评估 等于说这个身心障碍 他的一些的个人的信向 工作的兴趣 去做一个总体的这种评估 评估完他才会安排进去 哪一类型的皮肤工厂 而且刚好这皮肤工厂 也有那个缺油的时候 他就安排进去 然后就有在这种的就位辅导员 等于在整个的训练的过程当中 来协助他们 来帮他们做 包括这种的技能的训练 还有心理辅导方面 还有各种各人的这种的训练 了解 那目前就是如果说有其他的 身心障碍朋友的观众朋友 然后他其实想要来咨询 这样子的 庇物工厂的服务 那这边劳工局会怎么样 来做一个咨询 或者是可不可以今天透过节目 来跟大家介绍一下 那如果是为了要学习一技之长的 就是透过我们博外职业信念中心 那些经过这种职业辅导评量当中 他会去根据身心障碍朋友的障碍程度 他的这种的意愿就业的这种的需求 然后去适度的规划 他大概安排到哪一个比如工厂去 可能比较上 那如果是你已经有在这种的 自营这种生产的 那可能就是透过我们这种自力更生的 这种的创业的这种的机制 能够直接跟我们老工级 直接重建科陈小姐来联络 澳门就会透过这样的辅导功能 类似就像洗水轮 像王彦坤这些 他们就是属于自力更生 就是自己自行创业的 澳门会用他做一个集体行销的管道 来协助这些升线上的风格 让他们的产品的销售管道更加的多元 而且能够定点 能够永续经营的去行销这样子 了解那老工局这边还会想要在 如果说许可的话 可以还会再建立更多的那个庇护工厂吗 然后来我们可以来帮助更多的 升线障碍朋友 我们目前的庇护工厂 当然我们也希望能够在北高雄地区 尤其是在钢山跟齐山这个地区 就是说资源的能够到偏乡地区 但是可能就是可能牵涉到交通的聚集 还有人口的聚集 钢山跟这个齐山齐美地区的话 他因为他这种升线障碍朋友 人口数还有他的交通数 目前的量可能还没有 像上一次也有立委 就林医大法林医大法林医大法 他也在建议是说林医研地区 是不是也能够设立 类似这样的皮肤工厂 但是那边的升线障碍朋友的人口数 还有这种的交通的 可能目前在这种局局的效果上 可能还不太够 那我们当然是希望能够多鼓励 能够有这种的民间的产业 能够自发性的能够来带动 能够来创立这样子 那我们再来从中来协助跟帮忙这样子 了解 那除了庇护工厂跟我们职人老师 进驻到高级饭店的部分 除了这两个部分之外 劳工局是不是才提供我们更多的 身心障碍者朋友有其他的一个就业的管道 像是什么可不可以跟我们介绍一下 那当然他在职业重建的理念 他有关身心障碍的就业辅导 他有一般性的就业辅导 就是说你如果这种的工作治理的能力 都很OK的话 你可能再回归到整个这种的工作职场上 没有问题的话 那带来就是支持性的就业服务 就是说你也许在这种的就业能力比较不足 但是你只要透过适当的协助跟辅导 你就能够回到整个市场上的机制 那这个是属于真 那屁股性的话就是我们刚才谈到这种 属于比较中重度的身心障碍朋友 他可能需要一个屁股性的职场 能够让这些身心障碍朋友 能够透过技能训练、职业训练 能够去学习到这种的技能的话 那再来就是居家型的就位辅导 就是属于自力更生这个领域里面当中 去协助这样子 所以居家型的就位辅导是 是属于比较中重度的 像我刚才谈到像王彦坤、洗水卵 这些的身心障碍朋友 他们可能在有一技之长以后 但是他们就是能够自己去开发自己的产品 有自己的产品 就是比较欠缺的就是没有销售的管道 他们产品的这种的亮度 就是知名的行销的管道可能比较欠缺 那可能就是必须透过这种集体的行销 让他们的产品能够让更多的社会大众能够更加的了解 了解 那其实如果观众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 身上朋友有这样子的一个需求 就是就业上面的需求 还有就业上面的辅导 其实也可以跟我们劳工局来做一个联络 因为劳工局这边真的是提供非常非常多的一个方向 非常多的管道还有辅导的方式 然后要来提供给我们的观众朋友 对这个就是我们职业重建科的 那比如说刚才我们也希望鼓励这些一般的厂商 能够都雇用身心障碍朋友 所以我们也有提供这种定额的奖制 比如说一个公司如果达到 私人公司如果达到67人以上 你就规定必须要依法去禁用身心障碍朋友 那你如果没有雇用到的话 你就必须要缴那个定额的这种的补助 的差额补助会 公家机关的话是34人以上 那另外身心障碍朋友在创业的过程当中 我们也提供一些的像这种的补助 比如说设备的补助还有这个利息的补助 你可以去申请这种产障创业贷款 了解所以其实劳工局提供了很多的东西 包括公司行号其实也不用怕说来请到身上朋友来工作 可能会影响到工作上面的效益 但其实劳工局这边其实也都有提供一些经费的补助 还有他们让他们身体能够更适应那个工作环境 然后也可以提供一些设备上面的补助 这个就是属于植物再设计的部分 就是说如果公司有雇用到身心障碍朋友 他可能在这种的工作职能当中 需要一些的补助的话 那我们也可以透过植物再设计当中来协助他 比如说他在整个这种就位的过程当中 他可能这种的手臂的力量不够 他透过这种技巧的辅助 或者说透过那种电动轮椅可以升降的 就适合他的高度这样子 有时候他可能比较不像一般可以这样正常的起立上下的话 那就是必须透过轮椅可以上下到 他就可以恢复他整个工作的效能 或者是说视觉障碍朋友他可以透过扣视镜 让这种的电脑的荧幕能够放大 那方便他去看多 因为有些身障朋友其实他们真的工作的能力 甚至都不比一般人差 然后他们甚至其实都是很负责任 对不对 包括我们的庇护工厂的部分 还有一些我们职人老师的部分 那其实今天非常感谢我们的专员 今天来跟大家介绍这么多有关于庇护工厂 还有职人老师的东西 那也很欢迎大家如果就是中秋节之前 那你想要做点善事 然后又想要拿到一个很好的伴手礼 可以送给亲朋好友之外 就可以向我们的劳工局的网站来做一个订购 那其实也可以到我们庇护工厂的 主要的在地的商店 然后去做一个订购的动作也是可以的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邀请到我们的许昆发专员 然后谢谢你看今天的高雄亮起来 我是陈丽婷 我们下期再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支持提供